每当信用卡有消费的时候 就会收到即时消费通知 其实在处理不动产事宜时 也是有相关的功能 只要申请地级异动即时通 就会在异动的第一时间收到消息 避免不动产倒卖 未经同意转移的产权纠纷 人潮来来往往 专员忙碌的替民众服务 其实到地震事务所来处理事情时 建议可以一起申请地级异动即时通 在之后只要不动产有异动时 就能掌握第一手消息 不动产的所有权人的话 可以跟地震事务所申请一个服务 那留下你的email 还有就是手机号码 那当不动产就是有被 当跟地震事务所申请了 买卖证允配偶证允 或者是书状补发设定等 一共有12种类型的案件的话 地震事务所在收件异动完成的时候 都会就是马上就是传一个系统 会传简讯到民众当时 申办这个服务的时候 所留下来的手机号码 就是我有个简讯通知 或者是email通知 近年来评传不动产诈骗 为了避免诈骗集团的盗卖 或是没有经过统一之下 亲友转移自身的不动产 只要在收到消息时 自己并没有处理相关的事宜 就可以马上及时反应 收到这样的通知 那您本人并没有办理 这样子的一个买卖案件 或者也没有跟银行贷款 要设定的话 就要在第一个时间 赶快跟地震事务所提出 异议挡下这样子的一个案件 那这样的服务的话 有点类似就是说 信用卡消费的及时的通知 有点类似保障产权的 一个防火枪 除了林贵申请 也可以透过自然人凭证 线上申请 方便民众选择适合的方式 避免汗事的发生 记者高兴峰林佳珍 新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